聽臺灣看世界 我們就來看新加坡的總理李憲龍 掌管他們的國會參加市政方針的辯論 說到最近美國中國和台灣和台海的局勢 李憲龍說這美國和中國之間最適合的 我們總的衝突熱點就是臺灣議題 也就是說臺灣是美中關係的勃發點 中國開放軍最近很久了在軍事演員 讓臺灣海警能來緊張 國際社會也都在注意 新加坡總理李憲龍十九號在國會 簽罪 新加坡在新冠已經過了後 所有人要面對外部環境調整的時候 說到美中關係和臺灣和台海的局勢 因為現在美國和中國之間 那時候如果不開心就是因為臺灣 和中國的標準是最紅的 但在西方有一個反應的 說話是賺到銀錢 那是在交通關係的問題 那是交通關係的問題 是一個更加的 ideolog性問題 就是民主和特化的問題 這個不同的視頻 李憲良正直報說現在台海局勢緊張 大家都在採取行動 回應對方的動作 台海局勢全破斷錯誤 和意外風險等這個行動 因為美國和中國旗艦的關係 這個時間來不會起事變好 李憲良說 就像美國民主共和人黨 這個經濟的事情意見不一樣 不過如果說到中國的問題 就都經濟 因為中國已經適合到美國的理由 和其他官 而中國是感到 美國挑戰鼓勵使 讓中國無法度發展 也讓中國共產黨的政權變成 就算美國沒什麼成名跟英文 人民沒有好關係 也讓人口發出很大的事情 對全世界來說也是一個大問題 一共到新加坡 很希望美國中國就要保障 穿重 保障信心 符合說 說的事 你關閉這個辦法變好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